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一些经济术语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头雾水的 那今天我们就用几个段子 来通俗地说一下一些有意思的经济现象 第一个 博弈论与聚女生 如果四个男生都去追一个漂亮的女生 那他一定会摆住架子 谁也不搭理 这个时候男生再去追别的女孩 别人也不会接受 因为没有人愿意当次庭 但是如果他们四个 先去追其他的女生 那个漂亮的女孩就会被孤立 这时再追她就简单多了 数学大师那时 关于博弈论的最简单的表述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 追女生与经济泡沫 当你决定上网聊天 这叫创业 上来一看美名真多 这叫市场潜力大 但是哥哥也不少 这叫竞争激烈 你决定吸引美女的眼球 这叫定位 你说你帅又有钱 这叫炒作 你问谁想和我聊天 这叫广告 你又问有美女吗 这叫市场调查 有两百个人同时回答 我是美女 这叫经济泡沫 第三个 什么是投行 有一个投行菜鸟问 什么是投行 前辈拿了一些烂水果问他 你打算怎么把这些水果卖出去 财鸟想了半天说 我按照市场价打折处理掉 这位前辈摇头 拿起一把水果刀 把烂水果的皮削掉 然后切成一个漂亮的水果拼盘 就这样 按照几十倍的价格去卖掉 什么是长线投资 一个女孩拿着三脚钱 来到瓜园里买瓜 瓜农见他钱太少 便想糊弄小姑娘离开 指着一个未长大的小瓜说 三脚墙只能买那个小瓜 女孩答应了 心高采烈地把钱递给了瓜农 瓜农很惊讶 这个瓜还没熟 你要它怎么吃呢 女孩说 交上钱 这瓜就属于我了 等瓜长大了 长熟了 我再来取吧 第五个 无利润投资 请举例说明 什么叫无利润投资 经济学教授提问 一个男生迅速地打到 带自己的妹妹出去玩 第六个 牛羊和第三产业 课堂上教授讲经济学 何谓第一产业 喂牛养羊 何谓第二产业 杀牛宰羊 何谓第三产业 吃牛肉喝羊汤 有学生问 那么什么是文化产业呢 教授眼睛一亮 问得好 不愧是哪里好学生 然后回答 何谓文化产业 就是吹牛皮 出洋相 第七个 富豪的停车费 富豪到华尔街银行 借了5000元贷款 借期为两周 银行贷款必须有抵押 他用停在门口的劳斯莱斯 做抵押 银行支援 将他的劳斯莱斯 停在了地下车库里 然后借给富豪5000元 两周后 富豪来还钱 利息一共15元 银行支援发现 富豪账上有几百万 问为啥要借钱 富豪说 15元两周的停车费 在华尔街是永远找不到的 第八个 A女和B男 美国有位经济学家 发表了篇论文 从交易学角度 更新了择偶无关 假如把男人女人 分别分为 A B C D 四种优秀程度 那现在的现状就是 A男想找B女 B男想找C女 C男想找D女 所以D男就剩下了 反之 女人方面却不同 其实 A B C D女 都想找到A男 最后结果 是剩下A女和D男 经济学里有个案例 两个人在森林里 遇到一只熊 那么 对手不会是熊 只要比另外一个人 跑得快 就是胜利 第九 幸福公式 经济学中有个公式 幸福等于效用 除以期望值 如果你男友发奖金 拿到一千块钱 可你期望他给你买个 一万块钱的LV包包 一千吹一万 幸福感只有0.1 但如果你的期望 是让男友请自己 吃顿200块钱的西餐 一千除以200 幸福感15 要获得爱情中的幸福 最好不要让 欲望影响你的生活 那你的幸福值是多少呢 可以算一算 第十个 好消息坏消息 一次减75元 可先减50元 再减25元 你选哪个 还有一个 一次丢75元 和先丢50 再丢25 你选哪个 实验证明 多数人选分开减75元 和一起丢75元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快乐痛苦思原则 N个好消息 要分开发布 N个坏消息 要一起发布 一个大的坏消息 和一个小的好消息 分别公布 一个大的好消息 和一个小的坏消息 一起公布